另外带你看到卓西乡全乡舍技活动 今天盛大登场 现场不仅有展授在地农特产品的黑熊市集 各村的族人也轮番展演 包括小米播种剂、晋仓剂 以及狩猎剂等布农族传统碎石技艺 让传统文化深刻融入在日常生活中 祖宗副植被带领晚辈拉宫舍尔 布农族的传统狩猎技巧与竞技 和山林智慧的教育就从小养成 接着在士族齐劳带领下 部落族人进行马拉斯塔巴爆战功 说着自己的英勇士姬大声喊出士族大名 在众人面前荣耀自己的家族 只要有能力没有性别之分 都可以受邀来马拉斯塔巴肯定 布农族先进的两性平等观念令与会的各级长官贵宾相当敬佩 我在这里也听到他说 刚好我也是高雄的伊斯玛哈萨 所以我很兴奋 那在这里女性也可以抱战功对不对 那刚才听到了田会长在用我们全主义的一个导词 或者所谓的祈福词的时候 我深受感动 知道我们布农族语不可能会消失了 卓西乡全乡舍尔记忌传统技能竞赛今天在马歇尔广场盛大展开 不仅有展示展受在地农特产品的黑熊市集 布农族各项传统碎食记忆也由各村现场轮番展演 各村部分老少共同参与 显见传统文化深刻实践在日常生活里 在当时的乡长把我们布农族的文化精神推行到全国各地 所以为什么在这20年来我们每一年都会办理全国设计 我们的布农运动会呢 就是在当时的这些乡长们的努力 那也特别感谢我刚才提到的 在上一任的乡长 我们的李必选乡长呢 将设计的活动推广到各个部落 在早期是全乡办理一次 那在这几年呢 是各部落办一次 所以已经把我们的文化传承是融合在我们的生活日常里面 除了20年前 时任乡长石金燕串联全国布农族乡镇市首长 共同发起全国布农运至今 也在前任乡长吕碧贤的推动下 各部落也开始自办设计等传统文化记忆的传承推广 让布农族文化蓬勃发展 在这一次的马拉斯塔亚 每年这样的一个举办 可以让我们把布农族的精神 热情 共荣 共享 有爱 团结的精神传承下去 让我们的家乡 着机身 可以继续发光发热 田桂花感谢前任众树的远见与辛劳 也借着全乡舍尔既于展演与传统技能的禁忌 让族人了解既于文化的内涵与认同 进而传承布农族的优质文化 二项公所并且也借此发展 部落在地文化观光产业提升地方的经济发展 记者是玉兰主席采访报道